大家好,我是Den 演员崇杰林 昨天离开我们了 崇杰林于11月12号中午12点30分左右 在首尔城东区的住所被发现 据了解 当天约好一起吃午餐的朋友来到崇杰林的家后 发现他已过世 并向警方报案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两张A4大小的遗书 2009年出道后 出演多部电视剧和电影的崇杰林 在2004年出演MBC组议《我们几路》的所有后 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 最近他通过提名电视剧《无息网红》与观众们见面 并在今年7月到10月期间 参加了音乐剧《陪着塞与强迷》 无息网红《陪着塞与强迷》 成为了崇杰林的遗族 然后就是 现在网络上流传着很多 崇杰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些谣言 但那些都是没有正式的消息 所以希望大家能自己判断一下 啊,真的无法相信,太难过了 到底是什么让他这么痛苦呢 他的朋友应该也非常难受吧 看他整理好身边的事物 甚至留下遗书 感觉并不是冲动的选择 而是希望能被发现吧 那位朋友就是从这里非常信赖的人吧 今年在话剧和音乐剧都表现得很好啊 但清空了最近的IG贴文 把逆称改成开始了漫长的旅程 虽然没有看到明确报道说是忧郁症 但如果原因是忧郁症的话 请正在阅读这次留言的各位 关心一下身边正在接受忧郁症治疗 或服药的朋友们 平时看起来没事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希望我们大家能多关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也许他们看起来很坚长 笑容也跟平常一样 但内心深处却可能正在与无形的痛苦搏斗 生活中有时候难免会遇到无法言喻的烦恼 但你的依据关心和鼓励 或许真的能为他带来一丝光亮 下个消息的是 结尾P娱乐于12号凌晨 在官方SS频道上发布了新专辑预告日程的时间表影片和图片 并宣布TWIS会在12月6号以迷你第14张专辑回归 但是根据预告日程 13号零点应该要公开概念海报 但是直到早上9点 什么都没有发布 也没有任何的公告 所以粉丝们都觉得非常奇怪 甚至感到非常不高兴 但这可能是因为昨天从建立的事情 结尾P娱乐才决定延期一天的 11月13号结尾P娱乐发文表示 由于令人遗憾的消息 原定于13号凌晨0点公开的Concept Photo Shop 将改于14号凌晨0点公开 恳请万死门亮解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看起来像是三本部的内部问题吧 因为提醒Sense3Kids的内容都在凌晨准时上传了 我理解也明白这些情况 但还是希望这类事情公司内部能统一行动吧 有些部门正常运营 有些部门却连个通知都没有就消失不见 这算什么啊 这不是太牵强的借口吗 如果要延期就应该提前通知 粉丝们可都是熬夜等着呢 难道粉丝的时间就不重要吗 令人遗憾的消息 也有可能是三本部内部员工的家属之类的哀事啊 却有人说是在利用演员之类的反应 看到其他本部都正常运作 感觉更像是三本部自己内部的情况 就算迟了 好歹公告也上了 所以就没关系了 本来是担心Twice的回归会不会被推迟 对于Twice的回归概念海报没有准时发布 以及三本部的公告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10月11号 歌手阿宇的经纪公司表示 因针对阿宇的威胁侮辱散布谣言 以及抄袭指控等 已对180多人提告了 苏松子表示 我们选择了符合犯罪邀件的重大案件进行控告 目前被告人数已达180余人 其中最新严重的被告 如性骚扰和死亡威胁等 检方已提出300万韩元的罚件量刑要求 此外经纪公司还提到 过分散布毫无根据抄袭指控的人的身份已被确认 其中包括阿宇的中学同学 公司正在针对此人采取相应措施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居然是中学同学 一看就知道自己过得凄惨 因为嫉妒才去留恶评吧 阿宇加油 看到那些黑粉恶意攻击艺人的留言 感觉就像在对待杀父仇人一样 真是可笑 到底还要送走多少余人 他们才会满足呢 对于那些没受过品行教育 充满嫉妒性的家伙来说 金融治疗才是唯一的解药 金融治疗就是巨额罚款的意思 对别人的生活过度关心的人 通常是自己过得不好 因为他们没有再认真过自己的生活 所以才有多余的精力去关心别人